为您插播最新消息 香港传出今年入冬以来 首宗人类感染H7N9潜流感病例 患者是一位68岁女子 有发烧及肺炎症状 目前情况危急 这名女子曾经到中国深圳食用肌肉 但并没有直接接触家庭 也没有到菜市场 香港去年12月开始 有10人感染H7N9潜流感 全部个案都由中国传入 当中有3人死亡